综艺节目擅自使用了她的作品 可能大家不太能够理解我的感受 我是不能接受的 聊天记录披露了使用过程 这一点的话二倍高是表示认可的 企业缠斗难解难分 五个地势均产生了知识产权纠纷 我们没有任何调节的肯定 峰回路转 握手言和 季节 新节 又节 发节 世界知识产权日特别策划 保护原创者权利 今日说法即将播出 当时写了速度100用女声音唱 就是这段音唱你再给我们唱一下吧 他叫柳青瑶 2024年4月初 记者在北京见到了他 柳青瑶自幼学习琵琶 后来成为了一名音乐制作人 代表作有蓝陵王入阵曲 听琴王破阵乐等 记者提出想看看他创作的音乐的手稿 他找到了部分相关的创作资料 刚才他即兴吟唱的就是 听琴王破阵乐这首曲子 每当谈起自己的作品 柳青瑶都有很多感触 他说 这些作品从一开始的灵感 到最后的呈现 不知道凝结了自己多少心血精力 别的不说光是琵琶旋律的这种琢磨 还有我们的这个混音 其实都是下了功夫的 你看琴王刚开始定的是C调 然后自己还写我太牛了 这个很真实 很幼稚但是很感动 自己看起来就很感动 2022年7月 柳青瑶收到了不少朋友转发的一个视频 这是一档舞蹈类综艺节目的一个片段 柳青瑶说他看了一遍就发现 这个片段的背景音乐 使用了他的蓝陵王入阵曲 和听琴王破阵乐两首曲子的部分内容 别的不说 背景音乐中他自己的那段吟唱 他是肯定不会听错的 节目组这么使用 却并没有提前告诉他 他觉得很别扭 因为这两首作品 他其实讲的是完全不同的两个故事 甚至时代背景都不一样 主人公也不一样 就是不伦不类那种感觉 可能大家不太能够理解我的感受 我是不能接受的 各位好 欢迎收看《今日说法》 今天是4月26日 世界知识产权日 我们今天的节目就与知识产权有关 刚才看到的是音乐制作人柳青瑶 他说自己的音乐被莫名其妙地 用在了一档综艺节目里 他觉得很不合适 那么这档舞蹈节目 到底有没有侵权呢 让我们走进今天的案例 柳青瑶说 当时这个舞蹈片段 在全网有不少播放量 他觉得这个片段 侵犯了他的知识产权 于是很快找到律师 给这档节目的制作方 平台方等 发去了律师函 给表演的舞者 发去了侵权通知书 要求他们下架相关视频 赔礼盗窃 进行赔偿 但是他却没有等到 想要的结果 那发了之后 还是不理我 然后那我们 这个东西 已经在网上挂了 超过50天了 还是没有人理我们 这个律师函发出之后 我们就在等待平台 和制作方等各方 能够及时地去停止侵权 但是呢 各方都没有去 这个及时地停止侵权 刘青瑶说 自己无奈之下 想到了起诉 律师认为 几个被告侵犯了 刘青瑶的好几项权利 因此 他们提起了多个诉讼 节目呢 是在多平台播出的 最终选取了几个主流的平台 同时呢 由于这个 涉案的这个节目的舞者 他呢 在个人的微博上 也传播了这个相关的片段 所以一构呢 是发起了四个诉讼 北京互联网法院的法官 接到了系列案件 法官认为 首先需要弄明白 涉案的音乐 是不是柳青瑶创作的 柳青瑶拿出了两份作品 登记证书 能看到 他已经向国家版权局 登记了蓝陵王入阵曲 和听秦王破阵乐 柳青瑶也讲述了 背后的创作过程 他说 他在2019年有了灵感 想写一首战曲 就选取了蓝陵王作为主人公 写作了一首原创作品 曲歌名的时候 他有点纠结 后来曲名叫做 蓝陵王入阵曲 这原本是一首古曲的名称 但相关的乐谱 已经失传了 蓝陵王入阵曲 本身它是一个唐乐舞 它是由宫廷去编排 然后去演奏 创作的这样的一个 保留的这样的一个作品 但是因为年久失传 然后我们其实已经不能知道 它的原貌了 柳青瑶推出了这首作品后 发现点击量不错 大家都很喜欢 这启发了他 做一个中国的战神系列 鼓曲的想法 之后他选取 秦王李世民为主人公 创作了 《听秦王破阵乐》 这首曲名 借鉴使用了 《秦王破阵乐》 这首鼓曲的名字 不过也是柳青瑶 重新原创的作品 柳青瑶说 他以一个宫女为视角 讲述了秦王的一生 我用琵琶 连离尽致地 表现出了人的恐惧 人的惊慌 人的这种沉思 就是他的情绪的复杂度 是提高了很多的 庭审中 有被告方提出 既然两首作品曾是鼓曲 柳青瑶怎么就能证明 他创作的作品 有独创性呢 现于存在同名鼓曲 我们是提出过一个质疑 就是上岸的音乐 在鼓曲或者说现有 音乐的基础上 独创性程度 对此 法官也进行了调查 发现蓝陵王入阵曲 原谱却已失传 目前的情况是 柳青瑶一方拿出了充分的证据 比如创作过程的原始乐谱 沟通记录等 庭审后 法官给了被告充足的时间 但被告却拿不出相反的证据 被告方既为提供 涉案两首鼓曲 其主张的原始版本的情况 也没有提供证据证明 两首鼓曲 在历史演绎的过程中 形成了早于本案权力作品 实质性相似的在先表达 我们也是赋予了 本案中原杠作品的独创性 也是减轻了 这一段案件中权力人的 他的举证的负担 也体现出来我们对于 知识产权的严格保护 第一个问题得到了解决 对于涉案的两首作品 柳青瑶享有著作权 接下来的第二个问题是 这档节目使用了这两首音乐吗 在庭审中 这档节目的制作方说 确实是使用了 但是属于操作失误造成的 取误用 误认为是意识上留下来的鼓曲 那么怎么就误用了呢 法官调取到相应聊天记录 发现最早是在2022年6月11日 节目导演张某在沟通群里发 歌曲版权 《蓝陵王入阵曲》是可以用的 后来这个片段的编舞师赵某回复 好的 赵某随后在群内发送了 《蓝陵王入阵曲》 作者显示为柳青瑶 赵某表示会在这个基础上 找一些合适的段落 再加几个音效 6月13日 编舞师赵某粗简了一个音频版本 发到了群里 后来这段音频 就成了这首舞曲的背景音乐 没有使用的 侵权的主观故意 更加没有恶意 接触涉案曲目之初 这个曲目的介绍 就是围绕历史人物 《蓝陵王》 是齐山之战的 制作方 平台 舞者 侵权责任如何划分 我具有主观上的过错 一项专利 点燃双方企业战火 世界知识产权日 特别策划 保护原创者权利 今日说法 正在播出 法官在进行技术比对之后发现 涉案的舞蹈片段中 使用了柳青瑶的两首作品 其中使用了《蓝陵王入阵曲》77秒 《听秦王破阵月》37秒 总共使用114秒 第二个问题也迎刃而解 接下来最重要的是 侵权的责任如何划分 柳青瑶一方提出 其被告应当承担连带责任 赔偿共计100万余元 这是因为两首作品 在此前的商业使用授权 是每首15万元 他们除了要求侵权方 支付着30万元授权费 还提出了两倍的 惩罚性赔偿60万元 精神损害赔偿10万元 以及维权支出2万元 在面罪公众制作的一个 热门的综艺节目中的 这个侵权 也是造成了比较恶劣的社会影响 那我们认为这个都是本案 这个使用惩罚性赔偿的 一个事实上的依据 对于赔偿的数额 被告节目制作方表示 原告提出的商用的标准是 整取音频加MV的使用授权 三年时间15万元 而他们使用的时长很短 加起来还不到两分钟 如果曲谱小杰使用的较少的话 是着停降低的一个赔偿的情形 至于原告方提出的 两倍惩罚性赔偿 被告方提出这也不合理 当他们发现可能侵权时 就及时做了更正 并与原告积极协商 所以不符合情节严重的情形 不应该适用惩罚性赔偿 积极的弥补 7月14号就已经更换了曲目 而且是加班加点进行的修正 足以显示积极纠正的这么一个诚意 另一被告 节目的播放平台某视频网站表示 他们没有参与节目创作 没有主观过错 不应该承担侵权责任 就在本案中仅仅是一个播出平台 并非是节目的制作人 所以不能够要求提前介入 节目制作过程中的审查 不应当克责过高的注意义务 而另一被告 舞者刘某则通过官方微博发出过声明 艺人是在向节目组确认版权 无意义的前提下完成的表演 刘某认为自己不应该承担责任 至此 原告被告都充分表达了自己的主张 法官认为 节目制作方未经柳青瑶授权擅自使用 以舞蹈伴奏的形式 公开表演涉案背景音乐 并允许播出平台公开播送等 侵犯了原告对音乐作品享有的 复制权 表演权 信息网络传播权 设置权和改编权 对此应该进行赔偿 这117秒是涉案作品当中 极具独创性 观赏性和变质性的部分 基于尊重版权 保护版权这样一个意识 我们全额地支持了原告方 对于两手曲目单曲15万元 总计30万元的填评性赔偿素权 法官认为 现在的综艺节目大多采用 制播分离的模式 即制作主体和播出主体分离 这档节目的播出平台 侵犯了原告对音乐作品等 享有的信息网络传播权 但因为无主观过错 可以不承担责任 播出平台对于整段的 综艺节目中 个别侵权元素的审查能力 和审查义务 存在一定的客观上的限制 不具有主观上的过错 因此不需要承担损害赔偿的法律责任 那么这段舞蹈的舞者 是否需要承担侵权责任呢 法官认为 表演者刘某侵犯了原告的信息网络传播权 不过 同样因为主观上没有侵权故意 刘某不承担责任 2023年底 北京互联网法院做出判决 判决该综艺节目制作方赔偿原告经济损失 及合理开支 共计30余万元 宣判后 各方当事人均未上诉 刘青瑶说 维权的几个月时间里 他及时遭受了很大的压力 但是他不后悔迈出这一步 我觉得这个事情的意义 它本身不低于我创作音乐的意义 2024年4月18日 北京互联网法院召开新闻发布会 法院调研发现 演艺类涉网著作权纠纷案件 总体呈上升态势 法官认为 在审理案件中 要明确著作权及临接权归属 维护创作者及表演者的权利 法官希望通过这起案例 能促进全社会的音乐版权 保护意识进一步提升 只有我们大家都尊重原创 才能鼓励更多的创作者 潜心创作 拿出更好的作品 接下来 让我们把目光投向 最高人民法院 知识产权法庭 聚焦两个企业之间 因为知识产权产生的纠纷 2023年3月 第537号案件 来到了最高人民法院 知识产权法庭法官张新峰的桌前 原告是一家深圳公司 北告是一家北京公司 双方都是世界智能物流搬运机器人行业的主要的供应商 事情还要从一项专利技术说起 2018年深圳某公司申请了一项专利 专利的内容是关于一款智能搬运机器人 能够实现多层物料的智能搬运 它上面有一层一层一层的货板 它会把塑料箱呢 首先放到这个货叉里面 然后货叉呢 从这边转过来 转过来的时候 再把它插入 放到这个货板上 一层一层的马骑 集中的运到分件站 律师介绍说 这项专利产品一经推出 行业内反响热烈 认为这种机器人 可以让搬运物品更精准便捷 但是没多久 他们从一些渠道了解到 北京某公司推出了类似的产品 我们找到了相关的线索 另外的话 我们在行业的展会 各方面的一些内容上 我们也看到了相关的产品 对此北京某公司表示 两家公司都是行业的领头羊 存在竞争关系 搬运机器人并非哪家独有 深圳某公司认为 北京某公司构成了侵权 同时告了北京某公司 和其在江苏延城的子公司 根据法律规定 专利纠纷第一审案件 由中级人民法院管辖 2022年9月 江苏省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 做出一审判决 认为经过技术比对 北京公司的倍速产品 未落入深圳公司 专利权的保护范围 驳回了原告方的诉讼请求 我们认为一审判决中呢 对于被控侵权产品的 一个技术实施认定呢 还是存在一定偏差 深圳公司提起了上诉 根据法律规定 当事人对专利等专业技术性较强的 知识产权民事案件不符 提起上诉的 由最高人民法院审理 案件就这样 到了最高人民法院 知识产权法庭 张新峰法官了解到 双方争议的核心 其实在于一个关键的技术特征 在进行搬运的抓取运动时 货箱和存储货板 是否在同一个中轴线上 深圳公司的专利的权利要求书 清楚地记载 所属存储货板 位于中轴线S6上 他用了一个上字 被告北京公司认为 我的货箱在运输传递的过程中 不在这个中轴线上 我可能在中轴线下 有的时候一字之差 就能导致输赢结果的迥然不同 了解了相关背景信息之后 张新峰认为 有必要进行一次现场勘验 到实地对比一下两款产品 他开始和相关企业约时间 不过勘验还没成行 新的案件又来到了桌前 这次是北京的公司提起了一桩上诉案 请求判决深圳公司的某实用新型专利权无效 之前的案件还没梳理清楚 又有两起设计两家公司的案件到了法庭 到手的相关案件越来越多 这彻底引起了办案团队的注意 第一 数量比较多 第二 两家公司缠斗非常剧烈 两家公司确实有些疾怨 从2019年底一开始 他们就在各地的各级法院 发生了一些诉讼 突然增加条款 今日说法正在播出 缠斗难解难分 法官认为两家公司的诉讼 本质上是为了争夺市场 知识产权是一种赢家通吃的权利 在权利的保护期限内 就只能有这一种产品 或者是一个产品的供应者 知识产权的争夺 就意味着是对市场的惩夺 537 2517 2681 这几个数字 整天营绕在张新峰的脑子里 这是他手里的 关于两家公司未解案件的暗号 思前想后 他提出了调解为主 边审边调的方式 调解能成吗 张新峰的想法一开始遭到了质疑 但是这是他深思熟虑之后提出的 他解释 双方纠葛已久 即使判了 恐怕还会有新的起诉 而中国快递业务量连续十年世界第一 双方如果继续缠斗下去 那智能搬运机器人产业发展 可能会受影响 这个新赛道的优势 就会稍纵即逝 双方当时不要就单独的个案进行缠斗 我们坐下来好好谈一谈双方的市场在哪里 双方的未来在哪里 能不能找到更好的发展道路 跳出案件本身思路清楚了 此时的关键工作是如何说服双方当事人 法官团队将他们的考虑 与双方做了详细沟通 两家企业的产品各有优势 如果他们把诉讼的精力省下来 投入在研发上 这样才能形成创新的良性循环 法官的说法有理有据 打动了双方企业 其实在这几年的争斗中 越打官司越多 两家企业都很头疼 任何一件案子都会牵涉到企业的很多经历 这个和我们企业的这种风格也不相符 因为我们还是希望就是尽可能沉下来 把技术做好 把研发部做好 全球市场容得下两家企业 甚至更多的同行一起共同努力 把这个产业做大做强 双方企业认同快速解分 才能利于企业经营和产业创新 他们同意调解 但这只是第一步 接下来 法院让双方各自拟出一份调解方案 何一婷在研究了双方的分歧后 草拟了一份折中的调解协议 终于2023年11月4日 双方诉讼代理律师电话告知 同意何一婷提出的调解协议 并约定几天后进行签署 但是在签署协议的前一晚 深圳公司提出 他们想要增加一个条款 要求在未来的上市筹备期间 以及上市申请期间 双方当事人互不齐齐 侵犯知识参业院的诉讼 第二天在签署现场 北京公司表示不同意 认为对方此举冲尔反尔 是在拖时间 他们要求法官尽快结案 我当场也有点很沮丧 还好 法官的情绪一般比较稳定 我就深深吸了一口气 说那我们就休听吧 功拜垂成 张新峰坐在办公桌前 准备写判决 敲击键盘的双手 却不像往常那样流畅 到这时 他办这件案子 已经大半年时间了 也付出了很多努力 深圳公司 为什么要突然增加条款呢 他做了了解之后 发现是有引擎 双方都有上市融资的计划 双方都担心 对方在自己上市过程中 提起知识产权的侵权诉讼 在调解的过程中 我们也了解到 北京公司上市的进程 来得会更快一些 张新峰决定 最后再争取一次 建议两家公司决策层 直接开诚布公的谈谈 他给两家企业打了电话 表达了自己的观点 不是讲法理 而是讲道理 真正的放下心中的芥蒂 诚实信用的 开诚布公的 双方来谈一谈 有更高的格局 更长远的远光 更诚信的胸怀 来思考这件事情 或许是京城所致 最后两通电话 真起了作用 2023年11月14日 好消息传来 两家公司决策层已直接写商 完全同意何一庭提出的调解方案 11月15日 双方签署调解协议 这一连串案件终于迎刃而解了 一审没让当事人扶判悉诉 二审居然调解结案 还一揽子化解了11起系列纠纷 这到底是为什么 答案或许可以在两家公司寄来的感谢信里找到 细节 心节 右节 法节 这是调解的效果 我们要合去医院 还要解去节 最后还要唱其道 让他们找到更好的发展道 好 今天我们节目请到的嘉宾是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的金海君教授 欢迎您金教授 金教授我们先来看第一个案例 一个音乐作品被舞蹈作品运用 侵犯了原创者的好几项权利 这个您怎么理解呢 首先它是一个音乐作品 音乐作品它虽然这个名称是古以有之 但是这个创作它是由后面原告所完成的 就是它是作者 那么它依法就享有著作权法规定的 非常广泛的著作权 除了著作人生权 比如说发表权 署名权 修改权 保护作品完整权 含有大量的著作财产权 就是涉及到的像复制权 发行权 表演权 广播权 信息网络传播权等等权利 所以著作权的保护范围是非常广泛的 没有金国同意 那么使用它的作品就可能构成侵权 而这个案件当中 最主要的侵权是制作方完成的 至于说后来的舞者 他实际上是受制作方的邀请 来完成的这个舞蹈作品 那么作为平台来讲 它是根据制作方提供的作品 在平台上播出 要构成侵权责任的话 是一个过错责任 如果他没有过错 这个是他就相应的 就要减轻或者免除他的责任 所以最后认定 他们不承担损害赔偿责任 这是法院从综合权案 所做的一个认定 金教授 第二个案例是两个企业 因为支持产权产生纠纷 最后调解结案 那么调解对于这样类型的案件 会带来什么样的效果呢 这个案件是涉及到两家 应该来讲都是创新型企业 作为竞争对手之间 发生这一类诉讼 其实也是很正常的事情 我们的法官积极地 采用调解的方式来解决 因为诉讼 他很可能接着再往下走 因为这是二审 那么接下来还可能有再审 就是这里面会牵扯到 大量的时间精力 人力物力 所以这个是一个方面 就是调解的话 那就到此结束 第二个 我们中国人讲何为贵 这样的一种方式 去解决争议 对他们将来有可能的合作 甚至共同地来提升 我们国家在这个领域当中的 科技创造 共同地去做出努力 也是会有一个好的基础 那么这里也有赖于 当事人 律师 法官 共同地努力 这样的话 也是一种达到很好的 法律效果 经济效果和社会效果 创新对于社会的高质量发展 起到决定性的作用 而保护知识产权 就是保护创新 我们期待未来 我国能有更多的核心专利 知名品牌 精品版权等 高价值知识产权 而在这其中 司法力量 也在为知识产权保驾护航 好 感谢收看 静说法 也感谢金海军教授 参与我们的讨论 欢迎大家继续关注 央视综合频道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 其他内容 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